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無相送》是六祖禪經裡邊 關於最禪的思想的最驚訝的一部分 它可以獨立起來講 也可以獨立起來流行 流通 現在我把這個《無相送》 先念一遍 然後把它一句一句的再來解釋 當然跟我們是這個樣子 每人修佛必修道 最人修佛便是道 故事供養 佛便心中三惡人來照 你將修佛與余罪和死的佛罪還著 但向心中除罪緣各自信中增悵 故事供佛大善正常為 除協行政及佛罪 學道常與自信觀及佛佛同一類 無足為佛同一類 無足為傳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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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佛 我悠遍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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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遍 所以我们先慢慢地向主位来说明和了解他 头上的两句还非常非常有意思 说迷人修佛不修道 这言修佛便是道 说得非常清楚 所谓迷人就是世间上许多许多的 认为自己是善人 好人 贵人 或是大人 这些人 他们多半都会修佛 所谓修佛不俗 吃棺材 送了 医 吃药 这都是 这都是做的好事 很多人认为累世的好事就是修行 也叫做修道 也有人说心好啊 要比修行 出家吃树更好 他们好像是说吃树啊 出家呢 出家呢 并不是修行 因为他们叫做心好的人呢 就是比出家吃树更好 但是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心好 他们作为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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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第一 第一 不要有害人之心 第二 还能够啊 用一些财物 来做不死 贫穷 救济 灾难 那认为他们就是 已经相当好了 比吃树 比出家 更好 这种讲法 是非常的 有问题 也可以说 这些人都是没有智慧的迷人 现在像我生言 也是吃树的 也是出家的 好像我并没有 有怀心 要害人呢 我也没有阻止人家 叫人家 不要不施贫穷 救济 灾难 我们也在做 救济灾难 不是贫穷的工作 同时我们还在 用佛法 来净化人心 净化社会 还是我们也有持 戒修订 修会 而我们不是仅仅 做一点点 小小的故事 就算了 为什么要说 出家 吃树 没有那一般 普通的人 所有好心 那么好呢 这是真是 打鱼吃 也就是 他们根本不晓得 我们出家人 吃树的人 是做了一些 做了一些什么好事 这个地方 所讲的 迷人 修佛 不修道 那么 布施算不算是 修的佛 算不算是 修的道 那么这里边 这里边 诗啊 有 它的道理 如果 修 布施 而实属于 六波罗密的 六度的 法门 那是 修的道 那 一般的人 人 只知道 做布施 不知道 另外 还有五种 那就 不算是 修道 做布施的人 是 以智慧 来布施 那是 恰到好处的 对众生 有益 同时 布施之后 也不会 以求福报的心 求回馈的心 来等待着 自己 接受 福报的 幸福的 来临 那 这叫做 无相布施 那 就是 修的道 如果 布施 一些钱 一些财物 希望 转生 再到人间来 回收 或者是 这一生呢 就能够 得到福报 或者是 希望 做了布施 功德之后 能够生到天上 想填佛 累施的 布施法 都不叫做修道 都叫做迷人 在修的 有漏的 有我的 有执着的 人天佛报 所以 不叫做修道 在 中国的禅宗史上 有一个非常 有名的故事 那就是 那就是 佛提达摩 到了 中国 那正好是 梁武帝的时候 因为梁武帝 他是一位 非常 虔诚的 教徒 梁武帝 梁武帝 见到梁武帝的时候 梁武帝就问了 梁武帝 他说我 多少年来呀 又造寺塔 寺院 和佛塔 又做很多的人 出家 女生 也不是供养 许多的出家人 你看看 我有多少的功德吗 菩提达摩的回答 是 一个字 没有 就是没有功德 梁武帝听了以后 觉得 不能接受 他做了这么多的 福事 好事 而且他没有功德 所以 他跟 菩提达摩是 不能够 投契 而这个故事 说明的是什么 梁武帝 他是以 求福报的信 是 有求功德的信 来 做这些 故事的功德 虽然 是起的 寺院 起的 佛塔 度的是 佛教的出家人 而 他是以有漏的心 有求的心 来做的 这 不是真正的修的道 不是无相不是 现在有很多的外道 他们 也认为是在修道 可是 他们是主张的 大概都是修理 人天佛报 最好的 是人天佛报 其次的呢 都是在 做到一些自私自利的事 都是在做到一些自我推广 自我推销 的事 不仅仅不是修的道 也可能不是修的人天道 而修的是修罗道 修的是魔道 还有修的是鬼道 因为他们的观念 想法 做法 都跟魔 修罗和鬼神 相应 看起来 他们好像也在修行呢 但是 他们 不仅仅是 有肉 有相 有果 而且 有很多 副作用 反作用 使得我们人呢 信了以后 学了以后 产生 身心的 反面的影响 不是向上 升华 而是呢 变成 浮化 而向上 堕落 像这一些 当然 更不是修道 根据 谭经的标准 我们来讲修道 是很不容易 所以在 佛教徒里边呢 好多人 也非常努力地修行 大概多半 也不是真正地修的呀 无相的 无我的 菩提道 还是 这是人天福报 两世间法 所以人天岛 在 附近 以及呢 祖师的 雨楼 著作的里边 我们到处可以看到 所以 以游向故事 以游我的故事 希望求到福报 回馈的故事 都不是真正地修的佛道 而且会带来 更糟糕地会后果 因为修了佛 然后想佛 想佛的同时 就是在造一 造何一 很多的人 在苦难的时候 他们会啊 欺负 他们会求佛 他们希望不思 而 当他们有钱的时候 正在享受大福报 有名 有利 有地位 他们呢 非常的忙啊 忙的什么 忙的 追求更多的名利 忙的 享受更多的 约络 这样子一来啊 他们就没有机会 再修佛 而佛报 一天一天地减少 同时 他们的罪意呢 也一天一天地增加 因为当他们 受 这个佛报的 娱乐的享受的时候 什么坏事 都可以做得出来 那做坏事的结果 可以想而知 是到哪儿去了 下面我们看 不思公养 父无边 心中三恶 原来照 这是第一句呢 是赞叹 不思 和供养 它就 福报 福德 是无限量 第二句呢 心中的三种恶 也可能就是 在 不思 供养的时候 已经照了 或者 由于呢 因为不思公养 而心中 也会照去 三种恶来 或者是说 在我们不思公养的时候 心中本身就有三种恶 在哪个地方 在哪个地方 那多不思教的修道 故事 是指的 有三种 一种是财故事 第二种是法故事 第三种是无畏故事 所谓财故事 就是有我们的财力 金钱 和物品 还有我们的体力 时间 都可以叫做财故事 什么叫做法故事呢 这是用佛法 来教化 感化 弘 阳 而使得很多很多的 其他的烦恼的众生 因为用听到的佛法 而来 离苦得了 这个法故事 无畏故事 是死的众生 没有畏惧 没有恐怖 没有害怕 这是由于 佛法的修持的力量 也由于 大修行人的 智慧力 神通力 和一种改化力 能够使得众生 因为由于 他们的存在 而得到依靠 得到依赖 得到安全感 这叫三种布施 供养 跟布施 有类似 但是还是不大相同 就是用自己的财物 来奉献 给我们说尊敬的人 这叫什么 供养 对于尊敬的对象 不管它是不是缺少 或者是不缺少 我们都以尽心尽力 来把自己 所有的奉献 给他们 这叫做供养 比如说 佛不缺少任何东西 已经是成了佛的人 智慧圆满 佛的圆满 没有任何东西 可以需要 可以缺少的 但是 作为一个三宝的弟子 对于福的供养 是无条件 供养之中 有十种 这是在福经里面 讲的举出了 十个项目 那就是香 花 灯 土 这个土啊 这是油的意思 香油的意思 灯 香 花 灯 土 果 水果的意思 茶 食 饱 猪 衣 茶是喝的茶 宝呢 是去宝 或者一起宝物 食呢 就是食物 饮食 饮料 和食物 猪啊 是珍珠 或者是呢 夜明珠 或者是琉璃宝珠 或者是蚂蚁宝珠 猪也有好又坏 衣 是布 是穿的东西 布也有好的 也有刺的 就依这十种 项目 无条件的 不为所求 而奉献给 佛 那叫做四种供养 那么我们对于 法宝要不要供养 要 对于身宝要不要供养 要 那对于父母 师长 要不要 要 凡事 让我们尊敬的 恭敬的 为了 礼敬 以及呢 为了感恩 多用 我们 所有的 最好的 东西 来奉献 来奉献 这个叫做供养 这跟布施 福达一样 布施 吃 因为众生 需要 救济 需要 帮助 所以 我们 尽力而为 来 给他们 布施 布施 对穷人 病人 激难中的人 给他们 布施 那么对三宝 叫不叫布施呢 可以 你 布施 以非常恭敬的心 这是说 我想把这东西 拿出去 拿给三宝 也叫做布施 那么通常呢 应该成为供养 才是比较更礼貌 因此 以慈悲心 做布施 以恭敬心 做什么 供养啊 慈悲心 是对众生的慈悲 供敬心 是对 尊敬的人 是对我们的长辉 是对我们的恩人 来给他们 供养 布施供养 这是 有大福报的 如果 我们 是有相的布施 那福报是有限的 有无相的布施呢 福报就是不限的 现在 跟小编的这个说 心中善恶 原来造 怎么能够配合起来讲 上边是讲福报 很多 小编呢 反而变成有罪了 这是怎么讲的 我刚才讲的 如果在我们 故事的时候 心中是 希望得到回馈的 得到回报的 虽然功德也不少啊 但是 你福报 想尽了就没有了 因为 在 修佛的时候 你并没有离开 这三种火星 所以很多人认为是好心 其实当我们呢 很多人做好事的时候 同时 也已经有坏心在里面 主要的 三种恶的意思 是指的贪春痴 由于贪春痴 三种恶的心 也叫做三毒心 能够感应到三恶道的果报 也就是 帝有恶鬼出生的果报 虽然 在修复的时候 是修的 人天福报 但是 因为心中 夹杂着 贪春痴 三种 心态 有恶鬼出生的 任何一种 那已经 同时也造了 地有恶鬼出生的 三种的 恶因 有的人 做布施 是用贪心来做布施 你们有没有看到 养猪 养鱼 还有养什么 养虾 那 他们也是做布施 对不对 他们每天都在做布施 他们的目的 希望 那个 吃猪的肉 或者是 把猪 鸡 鸭 买了以后 可以赚钱 这种心 就是贪心布施了 它的布施的目的 就是为了贪 这种 就是希望求回馈的 我曾经也遇到一位朋友 他每天都会去 经理一位法师 而且都会带一些供养 去供养这位法师 我就问这位菩萨 我说你对那位法师 是这么的恭敬 你从那位法师 那边得到了一些什么利益啊 他告诉我的 很好玩 他说我对那个法师 我恨车果 恨得 恨得 过头里都恨他 他说我 受了很大的害 奇怪了 你又恨他 你又去供养他 而且每天去顶礼 拜他 我说什么意思 他说 我要他法狂 我今天去拜他 今天去供养他 让他自己感觉到 忘掉了他自己是谁 他说 慢慢地 又来 又疯狂的时候 他总有一天 他会倒霉 我没有办法 怎么样子等他 我就用这个方式 来使得他倒霉 这个恭敬心 很好玩 这是什么心来供养啊 是一种什么心 诚恨心 恭敬供养 还用诚恨心 来恭敬供养 诚恨你们 还没看到过这种人呢 后来我就跟这位菩萨讲 我说你这个方法是不行的 因为你供养他 他不知道你恨他 你应该老实地告诉他 你受了他多少的伤害 让他知道 这个对你有好处啊 对他也有好处啊 我说否则的话 你做的好事 那位法师背定啊 真正的一法狂爱 而你自己将来就倒霉了呢 你用诚恨心来做供养三种 而且你希望他这个人法狂 那这个两种心都是坏心啊 我说他对你怎么样 我不管 所以你现在这个样子的心 做供养 你也是太糟糕了 后来他听了我的话 改变了他的观念 所以我们的布施供养 多可能呢 是一种恶心 要找恶意 要找恶报 相反的 如果我们呢 有无相性 做布施 做供养 那心中原来本身就有 要下地狱 去堕恶鬼 若出生的这种果报 然后的因也会马上而消除 变成了一个自由解脱的人 今天呢 主要的是讲的修复 不施供养 再看看有什么心来做 如果以有相性来做呢 是三二道的因 以无相性来做呢 就是出世的解脱的因 如果我们弄不清楚 究竟自己是用什么样子的心 是来布施的 那就看一看 我们是在为了什么 而做这样的事 或者是不为什么 而做这样的事 有的时候啊 布施供养 我们一定是有目标 一定是有原因 原因 目标就是为了救济众生 为了供养三宝 在为了救济众生 为了供养三宝 并不等于有相 因为里面 因为里面并没有贪 臣 吃 三种恶心在里头啊 所以这没有问题 如果以贪 求心 嗔恨心 或者是愚痴心 来布施供养 那就有问题 我讲一个故事给各位听 愚痴心的故事 这是我在小的时候啊 我在做小和尚 看到我这两个人 几乎每天都到我们的庙里来 送这样东西 送那样东西 送一些小东西 来送给我们 这个差不多一个月左右啊 几乎天天来的 那我们觉得这两个信徒啊 真虔诚啊 真好啊 真好啊 后来有一天呢 他就问我 小和尚啊 他说 老和尚的鞋子 他平常放在哪里啊 我说老和尚的鞋子 这个就是在他的房间啊 他说那有没有时候要晒的 我说有时候晒啊 他们穿脏了 我就洗 鞋子就晒 他就问我 你什么时候去老和尚洗鞋子啊 我说过两天啊 我会洗啊 有一天呢 他看到我去老和尚的鞋子 很高兴 结果到了晚上 我要收鞋子的时候啊 鞋子少了一只 那奇怪啊 这个鞋子不见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我就告诉老和尚 我的鞋子成一只了 但是从此以后啊 那一对婆媳两个人再也不见了 再也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人来啊 最近到哪儿去了 为什么 后来我就告诉我的老和尚啊 我就告诉他这么个原因 哦 老和尚就晓得了 哎呀 你这个小家伙 你怎么不跟我讲一下 他说有很多人呢 因为生不出孩子来 就到和尚庙里的偷孩子 因为呀 这个鞋子啊 在我们那个乡下呢 就叫孩子 这个孩子啊 男孩子 女孩子的孩子啊 穿上鞋子呢 也叫做孩子 像和尚偷了一只孩子啊 他一定会生孩子 所以呢 老和尚的孩子被人家偷走了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方言呢 鞋子和孩子啊 是同一个因 所以得偷到老和尚的鞋子 就等于把老和尚的鞋 孩子偷走了 所以他一定会生孩子的 那这是什么心来偷的 你们说 愚痴心 好 刚才我讲的贪心 称心 愚痴心 三个故事都讲的 三种例子都讲的 我们讲到这儿为止